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其实应该挺少见的吧 至少我在先不说这边 我在本科就没见过有谁爸妈真的过来了 我挺怕陪读的 我那天有听说有学姐的 然后在医学院读书 她妈妈就来陪读 然后在这边上带来供 然后正正捡浅什么的 感觉也挺好的 我个人感觉是没有必要的 我觉得父母陪读的话 可能是因为有这方面需求 我不想自己来陪读 接手不能 一般都是孩子自己读 那妈妈自己玩 如果他们双方都觉得很OK的话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因为有就是认识有些同学 他们爸妈会来陪读 那可能是一方面 他可能爸妈想要在这边 有一个适应的 但这是很少数 但主要可能还是因为 学生有这方面需求 主要是因为我爸妈 其实不会有女生的读 然后一开始我妈特想来 因为有时候因为他看着你家长全面 好像家长来啊什么 他说我给你做个饭吧 我给你这个吧 给你那个吧 我说不用不用不用 就我其实就 可能还稍微独立一点吧 其实我就是觉得 我自个儿想法挺多的 然后可能家长过来 可能他也不适应 然后怎么说 不是他照顾我你知道吗 是我照顾他你知道吗 就我觉得其实就帮 家长来的话 就是对我学生活 那些方面不能回答 如果他们来这边 我能帮他们安排好 就是各种游玩啊 或者怎么 我觉得还ok 但如果是专门过来陪我读书 然后自己在这边 没有工作 没有什么工作 就已经不大烦在一起了 就是把重心 放在里面上就不行了 我感觉不敢想象 就自从自从 自从我出来读书之后 我妈就就就就就 我妈我母亲以前是 就是就是就常在家里面陪我 就自从我走了之后 他就开始到处到处去玩去 他就跪 对就也不关我爸了 所以说我也不能想象他 他他他他如果他过来做陪读 或者是什么样子的情况 我是从小就很抗拒跟父母 就从内心来说是希望跟父母关系好 但我很不喜欢就是父母在身边的感觉 所以包括以后找工作也是希望说离父母远一点 然后一方面是不让他们担心吧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希望说能够在离开父母的时候 也能够自己能够做出一些事业这样子 对 我从大学开始就不在家里面 所以我觉得自己比较适应 生活是一次的环境 成功之类的 我觉得爸妈在那里陪读的话 可能他会要求你很多东西 不是看你的生活 他会要求你给你定一些很多内啥 就schedule之类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我更倾向于我自己是来填后这些 我其实比较不想要这种状态 因为一个人的话锻炼比较大吧 然后爸妈带的话很多东西都有依靠 感觉就起不到留学的一种其中的一小块的作用 我自己来了美国以后可能会觉得和国内的差别 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大 包括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 这也是人和别人打交道的方式 我之前可能会觉得是不是我会特别的不适应 但其实我觉得还好 但在父母眼中的话可能会觉得 美国是一个比如说资本主义的形态 就会有一些很多的stereotype 他们会把它带向一个更极端的想象 我爸其实之前跟我说了一个 他觉得美国人特别懒 就是也就再让他们务实吧 就可能不像咱这有的时候 很亚洲人稍微精致一点 或者说事多一点啥的可能 的话 就是 如果是这样一 evenly融入的 该是 donc 第三 gosto 新穆 阿姆 感谢观看